今天我们来吃上一点蒜头 这种蒜头是我们四川的本地蒜头 细长细长的但是口感比较好 首先还是要把蒜头上面这个蒜头花给它剪掉 然后蒜头呢在四川啊 也是一种实例蔬菜 一般只有春天的时候才吃得到 平时我们一般都是拿来炒肉或者是炒腊肉 今天呢来做一个素的一样的很好吃 这样把这个蒜头给它清洗干净 老扣这里稍微给它切掉一点 我感觉有点老 再给它切成三节 这种比较长一节 锅内水开 下入切好的蒜头焯哈水 加入一瓢锅盐巴 主要是防止维生素流失 来上两滴植物油 让这个蒜头焯出来的颜色更加的喧亮 焯开过后大约煮过一分钟的时间 然后用漏瓢把它漏出来 给它放入这个冷开水中自然透凉 可以用冷开水也可以用矿泉水 但是就不能用你们屋头那个自然水 来准备点小米椒 把它一分为四 再来切上一点性感的冲发 蒜藤冷却过后把手洗干净 直接这样子给它撕成丝 一般嘛就是一分为三或者是一分为四 这种比较小嘛 因为蒜头全部撕好过后 把小米椒丝放进去 冲粉 盐巴 贝糖 骨盖酸辣 蚝油 再来点酱油 四川特色的香辣红油 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和转 大家注意 搬这个蒜头上我们就不需要放蒜了 因为它本来就是蒜香味了嘛 这样子合转过后大家看一下嘛 红红露露的非常的漂亮 夹出来装入盘中 再给它放上几颗花生 这个是老本买的花生 很多好吃 性感的冲发 美味继承 非常好吃的一道凉拌蒜头丝就做好了 开胃爽口的一道下饭凉菜 做起来也简单 喜欢的朋友收藏着 有些时候是着告一哈 不喜欢的也免费看完就撒够 最后还是我来帮大家尝一下 看这个味道种模样 肉侧的第一感觉是鲜 然后熬下去是特别的脆爽 现在也回味是有一点点微辣 反正那我觉得还是可以 下饭下酒都可以 当然 如果你要觉得吃鸡水还是可以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就下锅了 我是想念 下期见拜拜 我再吃个花生 好脆